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再度的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主题为 有神同在不要怕 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43章的第二节 他说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 我必与你同在 你度过江河的时候 水必不淹没你 你从火中行走的时候 必不会烧伤 火焰也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 在以赛亚书的第43章第一节 他开头说什么呢 上帝说你不要害怕 那么在第一节的结尾呢 你发现他说你是属我的 的确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的 那有一个遇到故事这么说 他说有一个父亲呢 他就带他的儿子 小儿子出游 那么来到一条狭长的独木桥呢 独木桥下 急涌着水流 声不可测 儿子 儿子非常的害怕 他就不敢前往 可是父亲就说 儿啊 你在我背后拉着我 一会儿就可以走过去了 别怕 可是儿子说 爸爸啊 我拉着你 可能半途会因为害怕而松手哦 我把我的手交给你 你牵着我就一定不会放手的 当我们感到仿佛 涂在一个深水当中 大水好像要淹没我们了 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这个水即使 使得我们深到惊慌 神呢 却永不会放手的 他也不会失手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 他会怎么样的带领我们 来度过那么可怕的环境 可是呢 他说他能够 他就必定能够 领我们度过 而且不管是那个水有多深 火有多热 重点呢 不是水有多深 火有多热 重点呢 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甜美的应许 就是无论困难有多么大 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神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 当我们在楼上呢 准备休息的时候 突然呢 在我楼下的一个大门呢 有人在外面敲 敲响我们的这个门 敲得非常厉害 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孩子们都在家 在楼上非常的害怕 在那一个还有一点定力的当中的我呢 就拿起一个电话呢 开始呢 在手开始抖着的时候呢 就打了一个 报了一个警 那么在报警过后赶快呢 我们就向上帝祷告了 当时候呢 对我来说呢 是非常的惊慌 也非常的无助 不晓得帮助是从而来 但是却是向神祷告求助了 我很感谢主就是 当这个警察来到我的家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人也走了 不晓得怎么样 他走了 那么我很感谢主就是 那一天晚上呢 上帝呢 确保我和我的家人安全 所以在我的结论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 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当中呢 我们会惊慌害怕 而感觉到错乱 我们不晓得要如何做事好 在大卫的诗篇69篇的第一节 他说神啊 求你拯救我 因为大水淹没了我 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在一个 不能够救自救的环境中 但是记得上帝总不会 在我们遇难的时候 不理我们的 只要我们的手交给上帝 那就绝对是安全的 上帝他的手紧握着 我们的手的时候 他是永远不会放开的 对于基督徒来说呢 要脱离这个恐惧 最正确的一个行动呢 就是仰望神 仰望他 依赖他 依靠他 把我们交在神的手中 因为他应许 他必与我们同在的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好处的 好处好 Rud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